很丑惡的 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说过 在各种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可以吃的吗? 是啊,真的可以吃的 你没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 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 撥开云霧,认清事实 宏观视野,本土角度 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对听了 香港人最喜欢多元选择 有A餐,B餐,C餐 逢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这个段迫回来后 刚刚我们在镜头下和Marco说了 原来在镜头上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 男女的性格不同 他们的表演也很不同 我想我们也要了解多些赌国的文化 好,我们回来看看Marco 其实还有很多故事 看看他的相片会了解多些地方 看看人们的生活 其实他用的煮食 其实是他家里的一角 就是煮食 而且每个妈妈很聪明 和你们说偏职 你看一下这张帽子 整间房子有多大 他的帽子有多大 很厉害 因为他偏职的能力很高 他还都是手偏职 全部用手偏职 很熟悉的感觉 很熟悉的感觉 以前我们也知道 他用火水去煮食 因为他们没有电 我家是撩屋的 所以看到其实很有熟悉的感觉 我们看下一张 接着是食物 我们看到自己在晚上真的没有电 这些食物是这样的 大家坐在地上吃 看到那块布遮着脚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没错 这样一起吃东西 放在地上 然后自己的碟 中间有些食物 有些什么食物 我看一下 再看一下 对了 面包 没错 前面包 他的名字叫做Bread Fruit 就是香港的大薯菠萝 为什么会这样的形状 因为他还没熟 但他的状态就是这样吃 接着来的就是芋头 这个就是熟食 平时我们吃的芋头 没错 不过他没有什么芋头味 我们吃的芋头种 是很有趣 跟我们在香港吃的不同 不是我们广东人吃的芋头 很反哄的感觉 不是的 没有什么芋头味 吃下去 吃淀粉 没有什么芋头味 跟我们广东人吃的不同 是他们的主食 主要食粮 没错 即是他们本地人也吃 或者客户 都是吃他们这些食粮 没错 他们现在是比较丰富的晚餐 然后你看到有些辣的 类似咖喱和叶 然后中间有一些不同的菜 然后远一点 你看到那些饭后果 就是一些青瓜 和菠萝 都是在地他们自己的食物 食法很有趣 我们平时吃青瓜 会刮到中间的囊 不会的 他们切了皮 就这样 然后连一些核 一起吃 菠萝 我们平时吃的 要去中间的芋头 就是这样去 我想是善用所有可以吃的东西 因为他们不是去外面买的 而是他们村庄自己种 所以他们的食法会是这样 我看到也有一些餐具 例如你们吃的时候 是用手 还是他们也有刀餐 他们在筆的时候 会用餐具 来用筆 因为是礼貌 但是吃的时候 因为你看到刚才那些芋头 和大雪菠萝 和大雪菠萝 都是一些淀粉 他们很多时候拿着来 然后淹汁 然后自己放进口 有些人会用筆 两种食法都有 你也有跟着他们 用手 用手 没有所谓 左右手都可以 因为他不是一个回教 所以没有所谓 这个就是当地你和你的合照 对 就是早餐 你看到他们 你看看他们 这一餐 我们临走前 刚才那个仪式 有很多人来了 村民有很多人来了 一些重要的人物要来 临走前 他们也和我们吃一餐 你留意一下 掌幼有聚 是 转的就是一些 转的就是一些年轻的 对 妈妈女士 或者是小朋友 然后是另外自己一个 所以女性的地位 其实太平洋岛国也是这样 女性的位置是没有什么 是以男士 但不要以为男士很近 男士也不是很工作 平时 也是懒惰一点 这个话说 女士比较顾家做耕仲 男士比较优 我看到你镜头 有一位白头发的年长 会不会是长老 没错 是的 我就猜到坐在你的对面 所以你猜到的 你猜到的 越坐最前 而第一个 其实就一定是村里面的头目 是的 了解 所以这个就是 你很典型的 憑坐位 你就知道她的角色 其实跟我们 中国人也有点似 似的 接着 我要和你们说 第二个 你要带去的 其实他们吃的是什么 麵包 烤的一条麵包 好有趣 原来匪者很喜欢吃麵包 塗什么 你买麵包之外 带麵包去之外 接着这些麵包 不是一般 我们买什么生命麵包 而是每条村的大路口 一定有一家麵包店 做什么 居民在大路的时候 买一项 你记住 一出是一车 一颗 很大条 很粗 没错 原条 第二 你要买牛油 要买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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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够了 就是和你切开一够够 然后塗牛油 接着要配饮品 饮品是什么 奶茶 咖啡 很棒 就是出门口摘 摘什么 摘薯菠萝 那种叫做柚叶 柚叶 西柚 或者是绿柚 柚柚 这些叶子很棒 一摘了之后 就放入热水 然后给些砂糖混合 但是我们喝起茶 习惯 但是它们更重口味 喜欢绿砂糖 还很甜 但是我们一喝 你不相信 很热的感觉 很热 多数就是这些 在茶几次会这样 所以 和他们有朝晚茶 对 这个就是朝晚茶 很开心 很棒 很开心 没有错 没有错 皮肤比较黑 就好像在买黑人牙膏 没有错 没有错 你在当中都融为一体 对 没有错 差不多都融为一体 没有这张照片 又要吃了 又要吃了 这个就是要吃的场景 可以一直跳 我们下下一张 下下一张 这个就是Pammerma 场 仍然看到吃饭的情况 没有错 这个是关注的食物 这些关注的食物 其实你看到这么多餐 已经是日头 其实也差不多 都叫做青瓜 菠萝 然后有一些酸酸的食物 那些酸酸的食物 你就会想到 是由椰子的椰漿 即是做出来的椰奶 煮不同的食物 特别是中间 你看到红黄色的 是什么 可以吃辣 辣椒 胡椒 不是胡椒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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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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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辣椒 很辣 你有尝试过 有尝试 很厉害 接着胃顶不了 接着就放弃了 接着就放弃了 下张 他们也很吃辣 接着我们临走之前 就跟他们拍一张 这是否家庭呢 对 没错 他们的头目 下面生了一些子女 子女的孙子 拍了一些照片 下张 这是我去到中间的地方 Vitalafu 一个叫做 Wimbalavu 的村 里面已经没有电 什么都没有 他们会不会在家庭的分子 分子里面 他们的小朋友 需不需要 多的都会生三四个以上 多的 很少是一两个 不是一两个 多数都是单四个 四五个 跟你们也很相似 对 因为生多小朋友很开心 因为生多小朋友很开心 因为生多小朋友 有一个快乐家庭 可能他们平时要耕种 所以他们可能多些家庭成员 会令到他们的生产力高一点 是的 可能稍后我们之间 就跳一下广赏 可能要跟你说一下 这个部落里面 是因为在Inland Inland 他们生活的地方 是比较简单 你看到旁边的木 可能要跟你说一下 这些木不是买回来的 是由爸爸种植 然后让儿子长大 建屋子用 这种植物 它本身比较直生的 生长的时候 接着这间屋是儿子建的 用了多久 我问了他用三个月 但要说一下 铁木 铁了一棵树 然后去皮 然后 它不是用电铁 因为没有电 用手工的方式去做 很厉害 然后把木变成圆条 就是我们称为木坊 然后看看屋顶 所有的那些 那些木 都是儿子 来到这样去铁出来 所以很厉害 然后就建这间屋 我问过村长 他们说是 我们村里的木 全部建屋的木 都是这样做的 很有故事 是的 很厉害 所以我认为这些 是当地人生活的智慧 我们先看看下一张照片 看看会不会见到当地的房屋 另外这个是海 这张照片又如何呢 特意要说这个 刚才我跟你说 匪夕来自两个大岛 刚才那个是首都的岛 叫做Vitalev 右手边的这个叫做Vanilouf 里面要由首都 如果坐飞机 45分钟可以到这个岛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要坐巴士 就要听一下 听你也会害怕 是 早上在首都 叫做Sulva 坐4点钟的巴士 4点钟 接着去到一个码头 接着车 巴士会进入船里面 很大架的 巴士好像以前 渡海小林 但是渡海 渡海很久 多久呢 船要走4个小时 才去到第二个大岛 叫做Vanilouf 接着再坐车 巴士继续走 多走3个小时 由清晨4点到下午2点才到 那个叫做La Baza City 跟La Baza City之后 我们就要再坐2个小时的四驱车 还不是轮延的 因为要离开 因为已经不是泡油路 接着再坐这艘艇 这一站是快艇 快艇 你看见肥叔叔叔也不会快到去哪里 没错 我们到了一个地方 叫Yasawa Yasawa 可能要跟你说 很有趣了 我们看看下张照片 这个就是它经过千身万水 坐在一个快艇 没错 沿路的景色 一邊看 下一張 要上到村子 這裡有潮池漲退 潮退時是珊瑚礁 我們不能上島 要潮漲才行 下一張 村子後面的島就是這樣 很原始的海島 沒錯 下一張 這就是在斐仔最東北部 為什麼要說最東部的燈塔 這裡要介紹一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坐落於 Meridian Line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那條經緯線的180度 經線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我們用來分時間 所以剛才我們1月1日 說在紐西蘭和太平洋都國 第一時間是踏入2018年 最快地回到紐西蘭 沒有 總之就是那條180度 那條線 故意他們的設計 這樣的原因 是因為不需要令到時區 影響很多國家 為什麼呢 你知道在這條線 你走左手邊一步 你就會是前一天 你走後一步 你就會是後一天 其實很有趣 因為GPS 就是要分時區 這個地方 就是剛剛那條 Meridian Line 的地方 剛剛坐落了 匪濟是其中一個國家 紐西蘭也是 明白 有幾個太平洋島國 都有 這些特色 有些人輕人在練功 沒錯 接著我們會跳上 一去到村落 稍後麻煩 拿下蟹 拿下蟹 其實天氣是否熱 一路去的時候 雖然溫度比較舒服 不熱 晚上反而很涼 因為很大風 可以一路去看看 照片給大家知道 好 我們去這條村 叫Yasava Yasava 然後再去 現在村民在做什麼呢 就是幫忙做一些蟹 把蟹拆蟹肉 然後把蟹肉 把蟹肉 放到殼裡面 他們很棒 我以為有些人做蟹粉小籠包 沒錯 看到右手邊就是拆了蟹粉 然後用椰汁來煮 椰汁來煮 他們比較小的蟹 不小的 這麼大隻 你看 碟子這麼大 蟹不小 很大隻 很大隻 很緊張 這個是電話的比例 整個電話 一比一的比例 都可以做到 你想想 很大隻 我們拆蟹肉 在另外一個村落的部落 我們跟他們一起生活 又是生活了兩季 你們都是吃蟹肉 對 蟹肉 把蟹肉放進去 我同事很喜歡吃這隻蟹 為什麼呢 不需要拆殼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懶人吃的蟹 那我們就要剝 下一張 一邊可以去 一口蟹粉 一咬下去全部都是蟹肉 放進水裡煮 一水滾 關水 接著 發生什麼事 這些是有梅點的蟹蟹 已經很熟 接著就是一些 我們叫做糖水 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很甜 因為沒有下糖 即是蟹蟹浸在糖水裡 沒有糖水 沒有糖水 即是那時候 蟹蟹熟了的有梅花點 然後拆皮 然後放進水裡 一起煮 水滾 關火 然後就變成這樣 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這些全部都是很自然的 不需要經過很多加工 加很多甜味料 原汁原味 食材的味道就吃出來 沒錯 所以我覺得 給我很深刻的反思 我跳得快一點 照片給大家多看幾張 我就說一下我的東西 你馬上看出去就是這樣 村民居住環境 前面的草地就是這麼漂亮的 海天一色 這個海 稍後大家會說一下 有關這個海的故事 好 下一張 這位來了 這些小孩 你看到魚叉 左手邊是我 右手邊有些小孩 很明顯是你 每個小孩都有魚叉 為什麼呢 你就知道 他們自己走出去捉魚 他們平時的活動就是出去 用魚叉去捉魚 就自己吃 很好 你想想 走出去 下一張 很開心 看到他的同事 牽著兩個小孩 沒錯 走出去 然後就去捉魚 那捉到什麼呢 其中一張是有捉到魔鬼魚 但是這麼容易 很多魚 我看到小孩也容易可以處理 但也不容易捉 但是他們 代表他們的技術 和眼睛都很銳利 而且技術好多 一路去 回到香港的小孩 父母給魚叉 已經第一時間做 這麼危險的事 千萬不能碰 沒錯 現在看到有魚 就去追牠 追牠去捉牠 好 再去吧 這裏有什麼魚 看到 接著他插到的有鳥 有魚 接著有魔鬼魚 海蛇 都有 很厲害 小孩跟我說 一路避開 一路避開 海蛇 這條很危險 不要去攪拌 接著我們走開 停一停 這條說一說 這條就是180度的 就是Radiolink 坐落的位置 左邊已經是早一天 右邊就是後一天 你騎正中間 踩著兩條線中間 我沒有試過 GPS是怎樣 所以很有趣 但是Fiji 跟回Fiji時間 他們自己的時間 所以全部都跟回 早一天的時間 但我剛才說 要說一路去看照片 小孩是很樂天的 小孩很開心 你看到這條村莊 仍然受到 傳統英國人的統治 時的一個好處 就是他很著重教育 沒錯 這班小孩 你會感覺到 跟他們一起互動的時候 他們是很樂天的 第二 有禮 很有禮 有禮 不單單 你會感覺到 他人是有質素的 真的有質素的 這是很深刻的 因為後來我去了村莊 他們那間學校 就明白 那間學校的設施 那個小孩 捉到一隻鳥 很厲害 海鷗 你看看多厲害 他想不到 你想想 這個小孩 現在多大 這個小孩 六年級 他的生存能力 是非常非常強 很高 在戶外的地方 也不怕他們餓死 因為他們知道 怎樣去捕食 沒錯 我繼續說 這班小孩上學的時候 學校裡面的資源 是非常之好的 第二 就是教育的地方 也是非常非常之 教得很好 所以上去的時候 我們明白 為什麼匪制 這個國家 孩子 我們相處的時候 是這麼好 我一直去 你看到小孩 這些是海草 就是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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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小孩 他們的肌肉 他們的聯繫很好 因為你要去捉乳 你的手腳 和頭腦眼睛 要配合 才能去捉乳 你看到小孩的手腳 肌肉 有什麼好處 不可以看到小孩 小孩 香港人一想起 匪制就是Rubbie7 對 每個Rubbie7 都很健碩 你可以明白 其實匪制的人 實際上很健康 和健碩 因為他們已經有大自然的操場 給他們每天訓練 這就是魔鬼魚 沒錯 我們可以再跳快一點 然後就左右 很開心 小孩 可以直接跳到蟹 我們捉的影片 我想播一下影片 給大家看 其實你見到小孩 學堂未必是課室 其實大自然就是他們的課堂 大自然有多大 其實他們的教室有多大 先講講這張照片 我第一天晚上去到村莊 其實已經是約7點才到 用了一天的交通 才去到 去到的時候 坐下來跟小孩聊天 問小孩 你當地的自然生態好嗎 她說好 我說非常好 然後我說 蟹多不多 她說很多 很多 然後我說不是吧 她說不用捉給你看 我說蛤 我以為是要去海裡捉 然後她說好 你捉給我看 然後30秒後回來 就捉著兩隻手的蟹給我看 這個 是甚麼來的 原來後來就讓我們知道 這隻蟹 就要和大家說一下 就是 原來我們看的國家地理頻道 還沒說過 每逢月圓的時候 那些綠地的蟹 就會走出沙灘 產卵 然後產卵之後 產圓卵就回去 就是這些蟹 這些蟹有多大呢 就像大閘蟹一樣 在當地鋪製賣 都賣到7-8元 鋪製幣一隻 貴不貴呢 貴 如果回港幣來說 貴 就在說40元 40元一隻 30-40元一隻 當於鋪製人來說 你想想 她出去一會兒 十多秒 就捉了兩隻來給我看 即是外面的草地有很多 就像現在這條影片 好 我們先看看這條 剛才看到的就是在他們的屋外 屋外面的草地 因為要出去沙灘 產卵 接著會經過他們的家 但文宅太少了 所以捕捉的量不多 所以居民會有空出來捕捉這些 沒錯 第二件事我就問她 你們吃的海鮮是怎樣 她說吃海鮮 我是不是用魚網捉 她說我們不會用魚網 為什麼 她說吃不完 一吃魚網捉到太多 可能魚網都捕捉了 所以他們不需要用魚網 用什麼呢 她說走出去 我們很粗事 我很記得這個字 我們要很粗事 要精挑細酸 很簡摘 就是去海裡 一潛就用魚槍 或者魚叉來捕捉 裡面有很多 你不敢相信 你會看到很多海龜 很多龍蝦 很多鮑魚 海參 海鮮的豐富度 是木北下級 你吃的都吃不完 沒錯 因為太多 正正因為我們去的地方 已經是最偏遠的地方 你想想 我們要坐船 又要坐車 坐Offroad 坐快艇 其實在斐赤是有很多 這些地方 旅遊的地方 主要在Nadi的機場對面 有一大堆 我們叫做旅遊區 很漂亮的 也叫做Yasawa 一些島嶼的群墨 但我們去的地方 偏遠一點 和小孩相處 最後可能講一個小故事 在這裡 他們面對最大的問題 就是水 那麼偏遠是甚麼事 因為他們的水 就是靠下雨才有 所以在裡面 他們存在水 在家裡 面對他們最大的生活困難 就是在寒季那半年 沒有水 沒有水 所以在裡面 他們是用井 但是井水 要抽上來 他們用甚麼呢 就很不利 就是抽到大儲水庫裡 用柴油發電機 柴油發電機 柴油發電機的問題是甚麼 要運柴油進來 那麼偏遠 要用柴油 其實對他們的村落 負擔是非常非常之大 所以在這個範疇裡面 他們唯一一樣要面對的 就是他們要用到錢的話 其中一件事就是 這一組發電機 所以在這部分裡面 我們去到一些村落裡面 看到很多 讓我們看見一個反思 在文明裡面 那個平衡是怎樣 所以很有趣 我們開一艘船 我們這艘船進去的時候 沿著某些地方 那些山嘴上 有一個撩望台 最初我不知道在做甚麼 後來第二天我就知道 我問了 撩望台就是漁民 會坐上去幫忙看 為甚麼他們有漁民要捉 原來他們想捉一種魚 是一群的 麻煩可否選擇那隻 曬了的魚肝 那些照片 曬了的魚 就是捉了一群魚一群的 用來曬魚肝 就是給印度人吃的 給印度人吃 印度人喜歡吃魚肝 他喜歡吃這隻魚 然後他就拿出去賣 他們唯一會捉出去 就是把他們的東西 變成錢 就是這種魚 就在屋頂裡曬 他出現一群一群的 一有的話 就通知村民 就走出去 就圍捕他們 他們這些魚就賣 變成這樣去換取 這些生活費 當然 仍然很多 他們面對傳統的問題 即是那些 在職的青年 那些人 其實也很多 都出去了市場 做事 當然這一方面 錢供應回來 都是其中的資源 但是村民當地的生活 他們唯一要用到錢的時候 其中的利用他們這種魚 去賣回 在大城市裡 賣回給印度人 來換取錢 剛才我也說到 其實鋁仔這個地方 跟我們香港人 都有點情意結 因為大家留意 每年香港 都很大型的 rugby7 七人籃球賽 經常聽到 每年的冠軍 就是鋁仔 所以鋁仔跟我們 都有一些很特別的關係 你看到鋁仔說到 你來自香港的時候 那些人會這樣說 厲害了 其實任何一個香港人 跟鋁仔人聊 然後他問你來自哪裡 然後你說 我來自香港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香港Rubbing7 第一 我幾乎全部都是這樣說 但你不要跟印度人說 你一定要跟鋁仔人說 當地鋁仔 看到膚色的那些 他們全部都說是第一 而且那些部落很有趣 他們主要是香港Rubbing7 他們總會找到方法 拿到電 然後是全村人坐著 stand by 看這一場的Rubbing7 他們成為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 Rubbing7 裡面是一個 最重要的一場賽事 在鋁仔人的心中 這個才是 一定要得到的獎盃 不是世界盃 也不是奧運 而這個是 HKRubbing7 他視為 在鋁仔人的眼中 視為才是第一 所以他對香港 是有一個很獨特的情意見 如果你跟他說 希望有一天 我跟你一起在香港大球場 看這一場 Rubbing7 他簡直眼睛會發光 我記得香港 每年都有一個Rubbing7 曾經有些記者 飛到匪製 看他們 可能他們有機會 被大城市看到那個直播的時候 他們是整個地方 所有村民都走出來 他們都看電視機 他們會覺得這是國家的一種光榮 一種榮譽 他們有機會可以見證 當他們贏的時候 整個國家 我不記得是什麼 他們可以令到 有一天 成為國家的假期 大家是慶祝的 不是 我告訴你 是怎樣 他們贏了的這群人 是逐個逐個穿下去的 是的 他們說的是 用兩三個月去慶祝這件事 他們跟我們說 是逐個逐個市場 然後逐個逐個穿下去 然後讓每一個匪製人 去慶祝這件事 而且大家都很興奮 他們的國家隊 來到Rubbing7 Team 來到我們自己的市場 或者村落 他們逐個逐個去 這是我很深刻的 所以在這一點上 在Rubbing7 Team 對他們來說 這個運動 是進入他們國家的文化 傳統 因為大家都瞭解 匪製不是很富有的國家 他不是很大的城市 或者很有錢 但他們很誇張就是 他們那種國家的特色 沒錯 籃球想想 一個國家 可能比較漂亮的 大運動場 或訓練設施 都未必能夠去世界國際級 但正正訓練到一群 有國際級水準的運動員 有時候想 這個地方又不是那麼富庶 他們的運動設施 有沒有大的球場 也不會有世界級的教練 但正正培訓到一群 這麼有質素的運動員 可能他們從小到大 就是在大自然環境裡長大 他們的手腳 他們的並用 他們的 coordination 他們的 balance 他們的智慧 就是靠他們每天的 這麼多年的訓練 所以令他們成為天然的鬥士 對 這個Rugby Seven 成為他們的國家 最 proud of 最感到自豪的運動 所以我覺得 匪者的地方 看似很遙遠 但香港人一說 大家都會將和Rugby Seven 會連在一起 沒錯 其實還有其他相片 差不多看完 還是怎樣 其實還有很多 我想最後也說 為什麼我會選擇的地方 正正正正好運氣就去好了 而且令香港人反思 有很多富裕的事情 令我們真正的開心 我剛看過照片 也會了解到 這個地方與香港生活環境 生活模式是360度 完全不一樣 但正正他們更加能活動 你看到他們的笑容 是跟我們香港人都不同 還有最重要的是小朋友 所以比你很明顯看到 无论他在什么环境 在哪个部落 或者在市场也好 都有一件事给我很明显感觉到 就是与同一个环境相处得很好 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自足 真的很简单 吃什么都好 他不会觉得不好 第二件事就是他的笑容 因为你的人不是开心这么简单 你看到他的笑容是很丰富的 这些就是让我看到 最后我回来的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就是 其实自足这件事不是用物质和数量去衡量 所以这一点 我想回归给我们自己在香港 其实对于我们满足于我们现在有的东西 而不是看我们没有的 是多少 这是给我很深刻的 其实是拥抱我们有的东西 不要去拥抱去恨 以及一心记住我没有的东西 这是给我一个最深刻的地方 刚才我去到这么偏远的部落 其实他们的快乐和生活都是好的 所以我看到小朋友的样子 相比我们的小朋友每天上学后 可能要去补习班 学无数的兴趣班 他们的样子很仇苦 但才看到小朋友的那种欢乐 那种开心 能够拥抱大自然 和朋友一起玩 一起捉鱼 或者在草地跑步 可能有些家长看到香港 就看到这么骯髒 那么危险 会弄骯髒 流汗不如你去读书 其实我不当然 大家对于成就的感觉有不同 可能香港父母要求 希望小朋友要读名校 有这样的成就 但反过来 在肥仔的家长 觉得小朋友能够开开心心 在他们成长 让他们很有礼貌 他们的质素很好 在学校学的东西 其实我们不能一样比较 但他们很滋足地 这班小朋友 都是一些有好质素的学生 所以Joyce 如果你回想自己的经历 其实我们比较能够通透 除了艾人知足之外 其实匪仔的人口很少 但他的自然环境很大 第二件事 其实我鼓励如何 令我们更快乐 其实很简单 接触更多大自然 其实你想想 你踩完单车 台湾万台回来 其实你很开心 整个人好像年轻 因为我感觉 你会用这九天时间 重新去再检视自己 其实原来快乐就是 每天能够有五六个小时 不停踩车 我不需要烦工作 不需要烦钱 就去踩车 去运动 去接触大自然 原来就是那九天时间 每一刻我都发觉很满足 睡的时间虽然不太多 好像很累 但你会很紮实地感觉到 那种累不休息 吃完之后 你就有力量 接着你继续去踩车 你也不需要其他烦恼 不需要想想 我又要烦什么 接着有几个议会 接着有开会 暂时这九天放下之后 不要坐那么多 在室内和市场里面 多些让自己的均衡 出去多些 未必是说旅游 即是在香港 你出去大自然的环境 其实你发现 你出去之后 你自己的笑容 自然就会有 其实有时候 我们越多在我们的都市里面 令整个人越来越厌闷 还有很多大自然的环境 让我发现 你这个人慢慢可以放松 第二个人也宽容了很多 这是我从匪制回来 另一个比我很清晰的看见 所以先回到讨论 为何匪制成为最法律的几土 我想刚才我初时看报纸的时候 可能都会觉得 为何我们都会 听完这集 你也听到Marco分享 再看照片和你的故事 我想正正给大家看完之后 不只是一则新闻而已 这是我们的反省 为何我们香港 会放在最原法律的国度 虽然我们很看似 全世界最富有的地方 但我们也是一个很压迫的城市 你看到很多小朋友 都很不欢乐 很多家长 都有很多烦恼 很多苦恼 所以我们发现 原来快乐 原来如此简单 可能放下我们很多烦恼 其实我们陈回快乐 是否一定要用金钱去做 你自己去深思一下 去反思一下 可能就是这么简单 回到最原始 找回我们的初心 原来快乐 就很简单 好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好 很感谢Marco 其实初时我没有想过 可以有人分享到匪小 坦白说 这个地方真的不多 香港人会去旅行 可能近几年大家会留意 可能因为 Rugby 7 原因 但是叫你选匪小 大家都说有什么好玩 原来这地方 原来是这么好玩的 好 下集希望能够介绍 更加好玩 更加有意思 让大家深度认识到自己 好 下集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